继续第八场三班千二米的泥地 重化码两只的6和10 伏货表看看这只有形有幅 都曾经间断过功夫五月尾 标之蕊也试过不良迂行 状态指数表4、6、8都见到不错 配备转这只1 有形有幅除眼罩初戴防山眼罩 标之蕊也除了半眼防山眼罩 重戴全眼罩 至于高有之星初出用防斜跑必 先打有形有幅 郑俊伟的一只D步300多号的马 他还是力度不足够的 揽出去的步就够阔 但我觉得他还未够小 很紧,拼命用力 不转脚不放松 好了,保型快车就在里面 外面雪卡只有这一货 就除了二套 就只是打了棉固 但我觉得保型快车 都开始慢慢好一些 又是在僵口方面 接着来到新力宝 今早出跳的场地都有些变化 因为整天都会有些大骤雨 它是平平稳稳的 一再提醒大家这些马 脚可能有些问题 不是整天都交到 这只你的志爱 喜欢它出赛 它是热门的 好了,外面加州海哥 我想这些真是年轻 有证明 马防可信 这些马又够健康 也挺放心的 这一只就是彪芝蕊 来到最后就给莫雷拉去跳 配备都收拾一收拾 这一货就带了防沙罩 头罩去试 它神速一向都算是引人的马 杂就在跟着 好,保山英 你不就看看丁冠豪的势头 开得怎么样 前面那些 回去重快有跳 有大杂 回到香港只跳了这一货 又不是很特别合适 不过减十磅 这些可能会比较聪明 再来就是高有之星 四岁的罗富全马 给他一只手指 我觉得他单跳比较平凡 大家看看他三个杂 很明显泥杂就软胜草杂 好,接着是志爱 这些大杂都是在后面跟着 反而这些马的杂商那样 现在可以弄回碰了 好像终极落四班 赢了那一局而已 对,那一局看得很准 接着轮到天地人 这些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看呢 因为报得很密 也都继续报自己盲满的路程 跳过和之前没有大分别 我记得他大前次跑完之后 那时已经迟了服货 转转转跑一下 看又如何 最飙隔11天又来跑过 跳过就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但是你说七岁 他都好像看得七七八八 地通拿 另一只霍利时的马 他也是绿小的 这只马 今次公布重了一些磅 但也是偏向 我都觉得有点滴息 不是说很特别 有些分零样磅 霍利时很多这些很细胜 上次跑完心律不正 好了,姓妍 还要跑泥地迁移 那就看看他怎样 做他没什么很大问题 但很被动 来到第八场 三番千二米的泥地 另一组 刚才第六场是另一组 这一组觉得 不是说很多很实证的马 除了加州海哥之外 因为今年加州系 都帮高东来 拿很多头马 争冠军差不多 很多都是功臣之一 加州海哥也很存在 谷草 即泥泥都能够应付 很厉害 另外七号马那只高有之星 我就给他一只手指 但他试泥杂的感觉 真的挺强 加上罗富泉的那只身马 近期一再提醒 待会跑那只超竞勇士第九场 海运之星 梦想成金 每个都好像挺好 所以这只高有之星 大家都不要轻视 好像潘顿 他试标之外 我不知道是否跑完新力宝 他答应了再跑还是怎样 这个可能他答应了 也未定的 这个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你看到 潘顿今次有很多马 他和大摩跑了 几只有这些马 但是我这样比较 我就当然要死了 想都不用想 这些实情 有硬正赛职 有范 年轻 还有分 那怕你什么 有什么马 这种马也没什么特别 其他马也都看了 标之锐不是不好 他可能在后面 我不知道泥地有没有能追 人家主动跑 说跑就是一名来算 脚另计 篮盘就拖了鹿 保山鹰 因为这只都回的时间够 因为之前断了篮 然后回一回 希望好一点 其他脚就临上再看 这种赛事也有初出马 看看他们的血统底细 高有之声的服务是Animal Kingdom 动物王国 动物王国就是前耿杂棋打比大赛 美国那方面 还有杜拜世界杯都赢过 这匹马他服役时的资织相当好 赢过的五场赛事 全部都是泥地赛 由1700米赢到2000米 至于高有之声的模型 曾经在澳洲新南威斯省的 瘟尔马场赢过一场1100米的短途赛 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是短途马比较多 这个模型家族里面 降入一匹首封信 来到香港跑 曾经赢过马 而首封信在澳洲当地 亦都是二级赛三级赛上名的马 所以进入赫布两线 为何高有之声 看起初期就跑短途开始 但跑下可能因为动物王国的关系 似乎的长力不止1100米 可以跑到一里或者长小路程的赛事 例地赛他很大机会会跑 高有之声来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新南威斯省上阵六次赢了两场头马 两次赢马途程都是1000米 1020米这些短途赛 两次赢马都是右转赛道的赛事 直路赛棋还没跑过 罗夫全马房的初出马 近季表现向来都好 上季一出即胜马就五匹 他们就是纷纷游戏 正本开心 再遇归来 大众欢呼和精神威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虽然一出即胜马就只匹梦想成金 但初出上到名的马 又是多过五匹 其实很多 高有之声去年9月23日的时候 在澳洲新南威斯省的 葛夫顿Grafton马场 一千零二十米的短途赛 这场赛事当地第三次上阵第二次赢马 因为对上一仗已经打开了胜利支援 镜头看到前面红衣白帽 有点耐小的一匹是高有之声 一直压着一对跑平头第二的马 第二名的其中一匹 粉红三匹之后在当地赢了两场头马